哈喽大家好 你看昨天发的那期视频 说是国内官方啊 终于回应了一下 为什么这个大国生产的快速检测试剂盒 全世界都能用啊 就中国人不让用 还找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专家来说 是吧 那么这条视频发出去之后啊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观众都纷纷留言啊 告诉老王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检测试剂盒免费能领几个 然后去药店自费的话 大概多少钱 当然老王是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这样呢能有助我更详细的了解 各个国家的价格 关于防疫的一些细节吧 一些细节吧 这样也免得录视频啊 或者写东西的时候 再出现什么谬误是吧 了解的越多越详细越好 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要感谢大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 我要严肃的批评一下你们啊 太气人了太气人了 我知道你们国家啊 这个又免费啊 又宽松又自由又不会强迫 虽然老王自己啊 已经觉得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很强了 但是你们这么一说 我看着的时候 你很来气你知道吧 特别来气啊 当然我不是生你们的气啊 我是哎呀 觉得自己在中国啊 在中国大陆 这个主语一定要确定好了 在中国大陆 这个区域之内 活着跟他妈人就不一样 那就低人一等 就不是人一样 就没拿我们当人 所以这个是我悲哀的来源 然后我看有一位朋友啊 是美国的朋友 这个是整个他的留言 有40多条回复啊 有好几个人在里边 各种抨击 其实抨击你就对了 抨击你就对了 我就说了一个羡慕啊 我打了两个字 其实那个时候我都觉得 你这就是来我这炫耀来了 啊就是来炫耀来了 你说你那检测试剂盒便宜啊 就行了 没有达到两千三百块钱 就可以了 你还说你又滑雪又攀岩 你这不就是气人的吗 你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炫耀的吗 难怪啊 被骂回开回开 骂死你 你看只要你们只说价格啊 并且这个价格啊 还要高于国内的这个35块钱 40块钱 哪怕百八十块钱 也没人会去攻击你们啊 没人会去骂你们 一旦你们说你们的尸击盒免费 这个就已经很遭人恨了 很遭恨了 同时你要再说点别的 说你们那儿啊又很自由啊 政府又给发什么米面油啊 给带金券啊 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已经得了两次阳性了 然后只要是居家隔离 每周会有七百五十美金的补助 你这不就是气人的吗 这不就是气人的吗 阿门大国 咱们大国啊 别别阿门了 咱们吧 咱们套套近乎 在中国大陆区域之内 一个强制隔离 最便宜最便宜 那十四天也得五六千块钱 这是最便宜的了 你们那儿不但不收钱还给钱 哎呀 你说能让我们这个心理平衡吗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 到老王这个程度都觉得有点反酸水 那你就想一想那些稍微脆弱一点的会怎么样 在中国人的心里 这个世界啊 整个世界 这个被新冠疫情冲击的已经七零八路了 全世界的经济都已经倒退了 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大萧条了 都已经有饥荒现象了 然后特别美国呀 澳大利亚呀 这些对中国不是那么友好的国家 那就是势横遍野 据说你们一天都得死好几万人 有些小县城 那个都死绝活了 死的都没人了 焚尸炉已经烧不过来了 火葬场已经不够用了 马路边上都是死人 马路边都是死人 这种现象才符合中国人的认知 才能够让中国人民啊 中国大陆人民感觉到一丝丝的安慰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这又集中隔离 说封小区就封小区 说下了火车 下了飞机 被拉走就被拉走 一张嘴就是几千上万块钱的隔离费 现在眼看着过年了 还有几天过年了 打工的城市没有荣山之地 老家呢还回不去 在这么惨痛的时候 你们不但啊不充分展示一下啊 那个人间地狱的惨像 给大国人民啊描绘一下 这个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 反而你们在我的油管评论区里边啊 各种炫耀 各种炫耀啊 检测不花钱 还给补助金啊 然后还能随时随地去购买 准确率又高啊 又方便又快捷 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出结果的 检测试剂盒 并且这个检测试剂盒还是中国产的 这不就是气人呢吗 这不就是气人呢吗 气死我了你知道吗 今儿我把挨个每一条留言我都看了啊 然后每一个我都点赞评论 越看越酸啊 越看越酸啊 并且今天看的时候还拉着我儿子 我说你看看 这些你的叔叔阿姨们啊 在世界各个国家的都在嘲笑中国的新闻 张嘴就说这个检测设计盒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已经买不到了啊 抢都抢不着了 已经被炒到了天价2300块钱一份 我说这个就是他妈的张嘴就说 就跟之前打疫苗的时候啊 强制大国人民自愿接种疫苗的时候 说是中国的疫苗啊 在美国已经炒到了十万二十万 金灿荣那个笑声就是在他编造一个谣言 这个东西你连谣言都说不上 就是顺嘴胡说 就是美国人想打这个中国的疫苗 得飞到阿联酋啊 然后连办机票签证啊 再折腾这一圈 这一针疫苗啊 得二三十万啊 还有一个抖音的博主 其实也不是一个N个 就是这些共青团放出来的小丑们 录制的台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标准化台词有通稿的 其实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到底价值多少 因为我们是免费的啊 中国政府承担了所有的费用 在外国啊 任何一个国家 澳大利亚啊 美国啊 加拿大呀 想打中国的疫苗 想用上中国的疫苗啊 那都得啊 好几十万啊 都能买一套房 就这种东西 它只不过是一针安慰剂 就是让中国老百姓情绪稳定的东西 不然的话怎么挨过去啊 怎么熬过去啊 怎么忍受下去啊 是吧 你得看着全世界都比自己惨 看着全人类都水深火热 自己稍微受点打击 在寒风中排排队 被隔离在酒店里 被强迫打了疫苗 他才能够觉得 找到一个适当的安慰 找到一个适当的安慰 不然的话 那个那个情绪不稳定啊 后果很严重 是吧 这个呢 也就是把中国人都培养出来 一种辩证逻辑的根本原因吧 中国人所有的感受 个人感受都是比出来的 就是自己挣钱少 那还有吃不上饭的呢 跟吃不上饭的 讨饭的 在马路上流浪的一比 自己稍微挣的少一点 日子过的稍微苦一点 也不错 还不错 还能找着一点安慰 觉得自己也得了一点小病 要花光积蓄 那还有得大病的呢 那还有支不起的呢 那还有直接跳楼的呢 跟这边一比 自己很幸福 自己很幸福 自己被逼着打疫苗 自己被强迫打疫苗 他可能也知道 中国的疫苗不是那么安全 也会感觉到 就是自己接种这种疫苗 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 但是相比之下 一看美国要打这种疫苗 好几十万 得去阿联酋 澳大利亚人民要打中国的疫苗 也得花好几十万 在二三线城市能买一套房的 他也知道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可信 但是有一个结果是没有办法的 他本身已经无法对抗这个各种强制的行政命令 他只能选择相信 安慰自己 他只是用来安慰自己的 包括咱们之前聊过关于钟南山 他其实就是一个安慰剂 给他带那个大金链子 并不是说他在医药啊 防疫啊等等层面做了什么贡献 他做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承担了维稳的工作 他干的就是维稳的活 基本上每周都要站出来啊 整天在荧幕上 在网络上边 疫情的拐点在本月十五号就能出现 在本月的月底月末啊 疫情的拐点就出现了啊 在下个月的月初啊 这个病毒啊 这个微疫啊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他其实就是干这个活的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 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哎呀再忍忍吧 哎呀虽然工作也没了 买卖也不让开了 这个也没有收入了 被关在小区里边不让出门了 只能吃老本了 等等吧 甚至说自己家里边父母啊老人啊 有病也没知看了 买药都没地买了 都别说去医院了 那也能忍下去啊 再忍一周 再忍几天就过去了 每个人都在互相安慰 再忍几天 这事就过去了 再咬咬牙就过去了 没有人会想到一忍要忍一两年 一直忍到现在都他妈两年多了 是吧 所以他那个大狗链子 就是干了这些事得到的啊 跟什么防疫啊 病毒啊 医药啊 没有一毛钱关系 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个评论区里边看到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朋友吧 给老王留言 告诉老王他们那儿防疫啊 防控啊 或者社会现状啊 一些细节 之后老王的心里也会反酸损 这个就是在大国生活的年头多了 遭受过大国教育的摧残 这个脑子里边啊 余毒未清 对吧 余毒未清 所以我还会反酸损啊 我都会觉得有点反酸损啊 心里酸酸的不是个滋味啊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 比老王心里承受能力更弱的人会怎么样 所以也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当然这个老王反酸损的脸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可能是爱国情怀啊 民族感情啊 这类的东西多一点 然后老王反酸损的那个角度呢 是觉得自己他妈的低人一等 自己饱受歧视啊 自己活着不像人 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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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